马路 古迹全部惨烟一片 俄乌开战第469天进入新的阶段 乌克兰的新卡霍夫卡大坝被炸毁 酿成一场人为大洪灾 4万2千人身陷洪灾危机 还有可能断水 到底是谁做的 乌克兰 俄罗斯互相指控 乌克兰表示俄罗斯就是为了阻止反攻才会炸了大坝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 这座大坝从去年3月就落入了俄罗斯的掌控 乌军势力无法进入 而大坝所在的地区也是由俄罗斯指派的傀儡官员管辖 只是如果炸大坝这么危险 俄罗斯会自己炸了水坝吗 尤其事发当时还有这段影片曝光 俄罗斯指派的官员看到水越来越大 情势不妙赶快开溜 不止他 还有许多驻扎在地面 伯洛河东岸的俄罗斯士兵也来不及逃 乌军亲口说看到俄军武器一丢全都逃命去 这听起来是对乌克兰比较有利 似乎也让乌克兰有点嫌疑 只是乌军表示从开战之初 俄罗斯就多次拿炸水坝威胁 为了保护平民乌克兰是一再忍让 那俄罗斯又为何指控是乌克兰炸了水坝 俄罗斯称乌克兰是前线反攻失败 必须转移焦点 但事实上乌克兰最近在前线好不容易开始推进 俄国的说法各国都不太买单 尽管美国对外表示目前还不能确定是哪一方所为 但是衡量利弊得失后倾向认定是俄罗斯 再加上淹水区域几乎都是影响俄罗斯占领区 也很符合俄罗斯玉石巨焚的焦土式作战 尽管有军事专家分析 这场大水对两方都没有好处 但如今真的发生了就会扭转两军布局 赫尔松就这样陷入了居民一边撤离躲大水 一边承受炮击的惨况 最怕的就是这会影响到炸坡螺热核电厂 因为这一座新卡霍夫卡大坝直接供应核电厂的冷却如用水 这一炸又让核危机警报大作 国际园能总署马上出声警告 尽管目前扎坡螺热核电厂没问题 但是情况可能随时改变 要乌恶双方克制冷静 TVBS新闻综合播放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